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口氣從9000 9000、9700甚至1萬點 一口氣跌到現在 跌了1500 跌了1600多點 到了現階段 到底哪個地方有機會出現轉折 好 同學朋友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航行 今天的航行其實 上鬆下棄完之後 航行幾乎後面就沒有了 就不太動了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畫面 好 這是今天的航行 開盤就最低點 對不對 今天開盤低點在8262 高點在8334 我在講的時候 高點在8334 好 同學朋友 那你注意一下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提供一個資料 讓大家來索取 幸運應該還記得 對不對 我們昨天有提供一個 很重要的資料 跟大家講什麼重要的資料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好 我昨天跟大家講 8月14號 禮拜五就今天 指標的翻多價在83XX 對不對 我昨天特別跟大家來做說明 83XX在什麼地方 好 同學朋友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牌 問老師為什麼要開牌 同學朋友 因為真的能夠幫助到大家 所以真的假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好 昨天提供給大家的資料 這個數字在哪裡 8334 好 同學朋友 我再唸一次 8334 你會不會覺得 剛剛好像有看到 對不對 你在看的時候 剛剛是不是有看到 來 我們請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 今天的最高點在哪裡 8334 你看有沒有一模一樣 來 再看一次 8334 所以你看 今天拉上去 你看 點到立刻就下來 代表什麼 這個地方 指標差一點點就翻多 結果沒有 後面是殺下來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看到什麼 拉上去的去追 對 不要拉上去追 你要看到指標什麼 突破了正式翻多 你才能夠追嘛 所以你看的時候 欸 問老師 真的 這個數字真的一點都不差 你再看一次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 833XX對不對 來 8334 一模一樣 一點都不差 好 同學朋友 那你現在可能會有疑問 你說 欸 問老師 真的 真的是這個數字嗎 你昨天提供的真的是這個嗎 會不會是今天 欸 收盤了 你再把數字跟我們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 我不會幹這種事情 你放心 跟大家保證 你昨天 打電話來索取的 100% 一定是8334 如果不一樣 你說 欸 問老師 不是喔 不是 8334 不一樣喔 你有改喔 不是的 我絕對負責到底 好不好 我就下台鞠躬 對 我在三立真的也 蠻長一段時間 你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 為什麼我敢這樣子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提供的數字 是正確的嘛 對大家有幫助嘛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對不對 8334 你看今天最高點 欸 真的 一模一樣 對不對 8334 所以我們下一次 要提供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不知道哪一天喔 如果我有再提供 你不要再錯過 真的 你不要再錯 今天很多投票有收盤了 真的 最高點就在那裡 好 那我跟大家講 下個禮拜的轉折點 在什麼地方 來 我們有一場這個 明天後天 有很重要的活動 要跟大家來分享 好 我剛才有講嘛 下個禮拜是才子集結算 剛剛星雲有特別提到 下個禮拜是才子集結算 中間的轉折在哪裡 來 我們請回到電視的一個部分 好 我們有個資訊分享活動 那我們跟大家講 五窮 六絕之後 轉折在什麼地方 欸 投票很重要喔 你看跌的是我們的神 你再看一次 跌到現在你看剩下8325點 投票短線上面有沒有反彈的可能 我還是跟大家講 整個空方的架構還沒有變 因為我們舊線論線 多空線是什麼色 藍色嘛 多空線是空方 我不會跟你說這邊是什麼大多頭航行 可是如果有機會反彈 那個牆短多你要不要做 我還是這樣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下禮拜是才子集結算 所以如果有做多機會 投票你要不要做 中間每一個架差 我們都要想盡辦法來做掌握 所以我跟大家講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所以 五窮 六絕之後 轉折在哪裡 欸 轉折就在哪裡 就在下週的台子結算 朋友很重要 我會跟大家聊一下 下週的台子結算 你的當充的必殺的什麼 短線絕招 什麼叫短線絕招 欸 我可能要做什麼 很短線的架差 你就不用看行情 說欸 我一定要什麼偏多偏空 沒有喔 那對 做哪一邊有機會獲利 我們就做哪一邊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叫什麼 當充的 短線的絕招 那我跟大家講 因為下個禮拜 是台子期的結算日 你要記得喔 今天八月十四號嘛 下個禮拜三 就幾天而已喔 下個禮拜三 就是台子期 八月份合約結算 所以中間的轉折 我認為就會在下個禮拜 出現 就會在下個禮拜出現 所以不管是指數 不管是個股 你在這個地方 你都要好好把握 這是一個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我跟大家講 這是你看跌得這麼深 欸 投票 跌得一千六百多點 我相信很多投票 都很難過 真的就賠好多錢 好難過 你想不想說 欸 我要尻一些回來 對不對 我想要什麼 撈一點回來 對不對 你要先把它扳平嘛 那機會在哪裡 我們都會跟大家 講得非常清楚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所以 下週的什麼 台子當充的 短線必殺絕招 特別針對結算日 我也跟大家講 來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今天 今天這個訊號 來 我們先往左下角 我們帶一下 左下角這邊有個 低檔乖離的訊號 紅色的三角形 在8283點附近 好 特別我們來複習一下 有一段時間沒給大家看 來 複習一下 這個訊號代表什麼意思 來 我們請回到手板的位置 這個訊號代表什麼 紅色的三角形 代表空方解碼的訊號 對不對 代表什麼 空方解碼的訊號 好 那你就會知道 這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欸 如果你要說 欸 我要搶短的 對 什麼叫短線的 當充絕招 就是用這個方法 你來做什麼 所以你看 今天早上 是不是先開低震盪 有先拉一下 後面才有震盪 來 你看一下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好 你看是不是這樣 從這個地方 8283出現的時候 往上拉抬 欸 大概拉了50點 後面就比較震盪 那你耐著再看 像這個是什麼 禮拜三一樣 你要做什麼 短線的什麼 當充 賣出訊號 往下擊殺 這個是8月11號 禮拜二一樣嘛 我先往上拉抬 來 我們這邊請 攝影師把他拉近一下 你看喔 當出現這個訊號的時候 這個是 禮拜二的 我們來複習一下 因為今天禮拜五了 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個禮拜行情 當出現這個 紅色星星號 朋友朋友 來 我們來複習一下 什麼叫做短線的什麼 當充 就是說 欸 我沒有要抱很長 對 我想要說 比如說我今天進 我現在買進去 比如說20分鐘後 欸 我就有利潤 我就要跑 好 這個就是什麼 短線當充絕招 跟大家講 來 我們回到手板 像這個 紅色的星星代表什麼 多方加碼 多方加碼 好 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 禮拜二的行情 對 因為今天禮拜 我希望讓大家 回顧一下 這個禮拜的行情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是不是像這樣 紅色的星星出現之後 往上 拉抬 你看 這樣也有二十幾點 三十點的空間 好 那接下來出現這個訊號 高檔瓜尼 8543 這邊 好 我們把畫面拉遠 謝謝 從這裡看 往下殺多少 一百多點 加上賣出訊號正式出現 又往下殺了 一百點 所以你看這個訊號 你看 當高檔瓜尼 藍色三小型 來 我們再回到手板 所以這個是一對 對不對 你看這個 藍色三小型代表什麼 多方解碼訊號 紅色三小型代表 空方解碼訊號 所以你看 整個一個 航行跟畫面 我們都跟大家介紹得非常清楚 你再看一次 所以你看 最近幾天航行 你都會發現到說 欸 瓜尼訊號真的很漂亮欸 不管是高檔還是低檔 你看一下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 這個上禮拜五 這邊出現這個訊號 來 我們先往左下角帶一下 低檔瓜尼在哪裡 8329 好 我們再把畫面拉遠 反彈多少 81點 81點 你看 後面的航行 其實你也不用再做下去了 對不對 後面其實不見得要操作 你看今天航行一樣嘛 今天航行 低檔瓜尼出現 反彈了將近50點 欸 你後面 沒有操作也沒關係啊 中間最重要這一段 你可以做掌握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來 我們回到手板 謝謝 時間不會重來 航行 您真的要把握 時間不會重來 航行你要把握 好 各位朋友 過去了就過去了 這個禮拜的航行 已經過去了 我們要展望是下個禮拜 你看 今天亮縮嘛 今天成交人說的其實蠻嚇人的 很少 對 很少 你看 有可能是禮拜 可是每一次亮縮 就會醞釀後面的行情 投票你要仔細聽我講話 每一次亮縮就會醞釀後面的行情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為什麼這麼重要 不管你做指數的 做股票都一樣 你一定要來 你一定要來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講什麼 你看 五窮六絕後 轉折在哪裡 對 下個禮拜三 下個禮拜三 就是什麼 台子結算 那你要注意 下禮拜一跟禮拜二都是重點 當衝的必殺絕招 我剛才已經有舉幾個例子 對 你再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今天 短線反彈多少 50點 低檔過來出現 所以最近運用乖離 訊號是非常的漂亮 好 那再跟大家講 雙線多頭股跟雙線空頭股 你要如何判斷 還有哪一些是高融資 高融券的一個個股 好 左邊我為什麼要跟大家提到 高融資跟高融券 我昨天是不是特別有教大家 融券的 這個乘數 融券的百分之乘數 從90%調高到120%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很多的高融資跟高融券的個股 都有一些狀況 好 左邊有說 欸 我知道是什麼狀況對不對 來 我先舉幾個例子 你來看一下 好 來 我們請回到電視的部分 這個叫做融資 上市上櫃的排名 融資使用率前10名 我把它抓出來 很用心幫大家抓出來 前面10名 我隨便唸幾檔 合進 優客 這個銀輝 立勝 等等 有一些是OTC的 可能你比較沒有看過 融資排名前10名 使用率你看 都九成以上 來 另外一個 融券的 現在這個是融券 就是空單的 融券的 排名前10名 有一檔叫做陽華 有一檔叫做光環 同學們 你要注意 有一檔叫光環 好 這個是什麼 融券使用率高的 好 同學們 那你問說 欸 汪老師那 你跟我講這個的意思在哪裡 因為裡面有隱藏一些 地雷 我再講一次喔 同學們 你沒有聽錯 裡面有隱藏一些地雷 你要避開 你說 欸 汪老師生的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 融券排名前10名 有一檔叫做4703的陽華 好 你看 今天又跌停 你看一下 排名第二名嘛 對 排名第二名 你看變這樣子 跌了92% 從60塊跌到這邊 好 那這個叫什麼 雙線空投 我有教過大家 對 多空線空 轉折線空 雙線 空投 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 其中一檔例子 來 你再看 還有一檔例子是什麼呢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電視的部分 這一檔叫做3163的波羅威 他也是融券使用率很高的 好 除了洋化以外 你看波羅威今天 又跌停 這個今天跌停 你看這邊有綠色對不對 它是亮燈 跌停板 它是亮燈跌停板 所以那你看 投票 你能不能夠早點避開 我再講一次 這些融券使用率很高的 甚至是融資使用率很高 這兩個類型都是類似 代表什麼 裡面的籌碼已經非常的亂 所以有些你要避開 那你要什麼去判斷 因為不盡然全部都是會跌的 你要注意看 有些說不定會漲 可是你要用什麼方法去判斷 就像我剛剛教大家 你要用什麼方法去判斷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要去判斷哪一些是雙線多頭股 哪一些是雙線空頭股 投票 因為 剛剛看到那股票很多 我真的節目時間就30分鐘 你廣告扣掉只剩24分鐘 我有什麼可能一檔一檔跟大家講完 投票 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不可能一檔一檔跟大家分享完 所以有些個股 你看我們再看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像這個 融資排名前10名的 有沒有很強 有啊像這個必詳就蠻強 有沒有會長 有 可是你要知道他哪一些是雙線多頭 比如說像這個龍券排名前10名 你再看一次 洋華對不對 跌了92%頭股 這不是開玩笑 這個波羅威已經殺了50%了 最近很多你看到這一兩天的 投票 這一兩天的大盤 剛才還有跟這個新聞稍微聊一下 有比較直穩對不對 對 比較沒有跌 這兩檔股票今天都還可以跌停板 那你就要注意 後面有沒有一些地雷 在這裡 不是 我現在已經不是跟大家講 你要去空你要去空 不是 你要避開 萬一如果你有 你看一次 來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好投票你趁現在你檢視一下 現在的高票你怎麼有的 我會在 活動當中 我們的課程 跟大家來聊 你要怎麼辦 如果你有了 因為這個是龍券排名前10名 這不是我自己亂寫的 市場上面把它抓出來的資料 龍券排名前10名 就是這些什麼 個股 通通都在裡面 那裡面有兩檔已經爆了 一檔叫楊華 一檔叫波羅威 有沒有 裡面剩下的八檔 如果你有的 來我再看一次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個 銀輝 玉金光 紅毅 光環 界面 等等 ETZ 很多 如果這些東西 這些個股 你哪有 真的 我們這次的課程 要跟你講 你要怎麼避開 不見得全部都會跌 可是呢 哪一些會漲 對不對 你就要去判斷 我再給大家來看一次 你看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電視的部分 好 所以 你要 高榮是高榮券的個股 你要怎麼判斷 就是用什麼 我們教大家的方法 雙線多頭股 跟 雙線空頭股 你來做一個判斷 我相信就可以什麼 非常的一個簡單 所以你看 剛剛那兩檔股票 你一定要避開 對不對 來 我們回到手板 所以 給大家一個觀念 懂得避開 才能夠獲利 投票 懂得避開才能夠獲利 你不要踩到地雷 你真的不要踩到地雷 我現在不是已經 我覺得跌得這麼深了 對 當然目前的大環境 或許不太好 可是我跟大家講 下個禮拜 是台紫期結算 中間會有轉折 你要不要掌握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你要不要掌握 你要有好的方法 累積小勝 為什麼 大賺 積小勝 為大賺 這個非常重要 你要賺大錢 投票 我想一次賺大的 不盡然 可是呢 如果說 我能掌握對的方法 比如說剛剛的期貨 短線價差 慢慢累積 股票的部分 你不要犯大錯 你不要去買到那個股票 有些該長的 有些比較強的 你可以來做佈局 所以我們來看 來 我再舉幾張例子 給大家來看一下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好 比如說像這個 你看 這個是華雅科對不對 一樣嘛 雙線空頭 什麼叫雙線空頭 多空線藍色 轉折線偏空 好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你看一下 我們這一段時間 不斷跟大家提到 你的操作的觀念 你一定要改變 你一定要改變 因為有時候 多空雙向或許要 可是如果這次 欸 我只想做多欸 投票朋友 真的如果想做多欸 來 有方法 來 我們回到這個手辦 你要怎麼做 埋掌 空碟 壁盤繩 好 那你看 如果你要做多什麼 你要做多 雙線 多頭的 如果你要放空 要做什麼 雙線 空頭 好 投票朋友 我再舉幾個例子 給大家來看一下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像這個 好 投票朋友 很多人都在講嘛 可是我也不要再繼續講下去 你看就知道了 這叫什麼 雙線空頭 宏達電 早就應該避開 對 現在他要賣什麼 投票朋友 新售買了1000多塊的宏達電 買了6000多張 現在說要賣星光三月A8管 這是前幾天的消息 那 信義區那個A8管 他有A4 A4 A8 A9 A12 A11 A11 講錯了 A11 有四個管 有四個管 但他要賣掉其中一個管 投票朋友 投票朋友 那個是什麼 他有很多資金才可以這樣做 如果是你 您 你有A8管可以賣嗎 沒有嗎 欸 我有沒有 我也沒有啊 投票朋友 所以你可不可以犯這種錯 不行嘛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犯這種錯 不行啊 所以你看很多個都一樣 你看你 你只要看到這個 這叫什麼 雙線空頭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 雙線空頭 對 這個是很清楚 來 像這個TPK一樣嘛 好 起機 我前天一直跟大家講嘛 起機 神打 你看跌了26% 這個叫智勤 對 往下殺多少 35% 那我們一樣跟大家講 我們的什麼 操作都是什麼 根據這樣子的邏輯 來做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來 我舉個例子 來 回到手板 像這個智勤 721號 偏空操作 221這邊 回補 181塊回補 40塊 40塊的一個空間 很快的時間 短短的時間 所以你看 為什麼我能夠幫大家避開 因為我覺得 有一些轉折你要抓到 而且我希望能夠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教大家 真的 因為你把 我這樣講 一記再生 你就希望無窮 我在講的是因為 你有A8管 我在講的 你有A8管嘛 對不對 星光山A8管 沒有嘛 對不對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啊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法 你要有對的方法 你要把它學回去 所以我要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教大家 而且我剛剛舉到那些例子 你看喔 融資比例高的 融資使用率高的 融券使用率高的 你看已經有兩檔地雷嘛 我希望你沒有 可是萬一那其他那幾檔 你剛才有瞄到 對不對 如果那裡面有你的股票 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會在課程當中跟大家 來做分享 來做分享 所以就 好好把握 你要留意廣告的資訊 好 那我們再看 來 像這個 來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像這個叫做 上尾 是不是一樣 我們這個 我就不再 不再修訊息啦 你看 我們已經空了四次 賺了八十幾塊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空了四次 雙線空投的股票 好 那你的 疑問來了 我說 問老師有沒有會漲的股票 對不對 有沒有會漲 現階段 還是有 為什麼 跌了一千多點 有股票真的會漲嗎 來 你看一下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 這個叫如虹 有沒有 雙線多頭 多空線多 轉折線 我們稍微往下帶一下下 好 謝謝這邊 轉折線多有沒有 雙線多頭 它就會漲 百言雙線多頭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你要什麼 找到 對的方法 來 我們回到手板 謝謝 富士 贏家 獲利的模式 是 邁向成功 最快速的方法 所以 對與措施間 一來一回 你的財富 就少了兩倍 對不對 如果你買到的是如虹 你不是 踩到 波羅威 還是踩到陽華 你不是踩到這種地人 你看你的財富差多少 投票你說什麼道理 真的差很多 所以你看 那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部分 你看像這個 F立峰 有沒有 雙線多頭 漲了66% 來 細碼 台俊 接下來我們要佈局的 這一檔 雙線多頭 有兩檔 第一檔 第二檔 都是我們要佈局的 雙線多頭的一個 個股的部分 所以 我跟大家講 你就不要想太多 來我們回到手板 如果明天會比今天更好 那您為何不改變 如果明天會比今天更好 那您為何不改變 您的改變從哪裡開始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活動 我跟大家講 五窮六決之後 轉折在哪裡 下週的台子旗的 當衝必殺絕招 因為已經要結算了 還有哪些是高隆斯 高隆眷 雙線多頭 雙線空頭 如何判算 歡迎大家留意一下 中場廣告資訊 歡迎大家來做下去 就把時間留給大家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馬上回來 可口乃滋的好吃 你一定知道 椰香酥脆 可口滋味 可口乃滋 可口隨想 五窮六決後 台股下一步 運用工具 膠寧旗鼓雙轉 8月15高雄斗6 8月16台中台北 區市經家族與您有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最深涼商機 威力 不可小致 你聽我剛才的新聞嗎 待到這裡 愛看親自 就看親自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 拿起手機 啊 明星賣萌大吉吧 誰的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只是個小人 You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蹤最新的劇情發展 哇 跟我一起發了三個 台股劇 一家消息 先上網搜尋 三位新文王 Lamigo旅遊 六周年縣禮 現在報名秋冬指定行程 送您價值萬元 Lanute 2 in 1 防水透氣外套 給您吃好就好 無夠物 Like here Lamigo 沒有通告 不用等待 今天優先對自己好一點 匯豐銀行中華航空日洗卡 旅行想優先報到登機 機場接送及旅程優惠 申辦熱線 0800-066-258 洗髮就可以讓你驚豔哦 新五六六洗潤髮乳 添加乳油木裹油 潤以德加倍 修護零毛燥 5 6 sexy 洗髮就可以讓你驚豔哦 五六六洗潤髮乳 五窮六絕後 台股下一步 運用工具 交您旗鼓雙轉 八月十五高雄抖六 八月十六台中台北 區市金家族 與您有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歡迎回來 外資間在期貨市場 這個動作又有點跟昨天不一樣 對 它升得變來變去 大家覺得說看不見 那我跟大家講 你整期不要看 你乾脆不要看 可是我覺得節目上面 還是要秀一下 讓大家知道該應該知道的資訊 來 我們回到手版 所以你看 今天的外資偏多 2000多口 進空單973口 這有跟沒有一樣 一點點 來 你再看 現貨的一個部分 現貨的部分你看 又賣了22億 三大法人才賣19億 所以它的期限貨 它在法人的動作沒有什麼變 可是你看 今天有一些行情 甚至這一波 跌了1000多點 你看外資有沒有狂賣過 都還沒有出現過 所以代表什麼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它還沒有出手 所以你要稱它還沒有出手 像個禮拜的什麼 轉折之前 為什麼說我跟大家講 我能敢跟大家講 下禮拜會有轉折 就像昨天提供給大家的數字 一模一樣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昨天我是不是提供這個數字 833X 你看今天最高點在哪裡 8334 對不對 8334 我再講一次 如果這個數字你拿到的 你打電話來拿的 不是這個的 對 我說不是這個 我絕對負責到底好不好 下台的鞠躬 我為什麼敢下這種重視 因為這就是真的啊 對不對 為什麼能夠抓到這種轉折 那下個禮拜 就更精彩了 下個禮拜就更精彩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五熊六學後 轉折在什麼地方 那你要留意一下廣告的資訊 大家剛剛應該有看到 下個禮拜台子期要結算了 當沖的短線的必殺絕招 對不對 像這個 今天這樣 一上去50點就夠了 後面你不用說沒關係 這邊也是 賣出訊號下殺 這個也是 高檔瓜尼往下擊殺 這邊也是 低檔瓜尼擊殺 這邊賣出訊號 也跌了100多點 所以你看 其實我跟大家講 當沖的短線絕招 就是這樣子運用 還有高融資跟高融券的股票 剛剛星雲也覺得 這些股票很重要對不對 非常的重要 有一些是人氣股 對 有些人氣股 來 我再舉一張例子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謝謝 我剛剛有講 楊華跟波羅威亞 光環 你看到這些 這些如果你有的 你如果有的 你要知道 現在這些股票 到底是在 雙線多頭 還是雙線空頭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才會透過這次活動 跟大家來做說明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對不對 雙線多頭股跟什麼 雙線空頭股 如果你有高融資跟高融券的股票 我們就在課程當中 教你如何判斷 因為我們希望 教會你東西 對不對 我覺得 沒有人想要賠錢 可是如果真的 你面臨到困境 我們希望 能夠透過這次的活動 幫助大家 另外你看 不是通通都會跌 有一些個股有沒有機會 來 我們回到電視的部分 如虹你看 漲這麼多 66% 百言也會漲 利峰也會漲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佈局 像這個 雙線多頭一 雙線多頭二 好不好 兩檔的個股像這個 這一次的什麼 中場的廣告資訊活動 歡迎大家特別 來做一個採訊 謝謝威媛 為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再會 讚 委託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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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